法式吐司 我今天是做法式吐司 但是也是創意料理 就是把蛋液 就是一般的我們打蛋 打蛋 然後就是裡面放牛奶跟一些糖 我已經弄好了 然後呢 已經打好蛋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就是一般 洋芋片 對 碎片的 碎片的 直接打這樣 喔 妳這感覺起來太像廚師了 我們就是打下去 之後呢 趕快把麵包 沾下去 這樣子嗎 對 直接沾 因為法式麵包也是這樣子 就是煎嘛 對不對 因為我們通常吃法式麵包 是軟軟的 有一些希望就是有一點脆脆的 就是軟中脆的那種感覺 軟中脆 煎一下這樣子 對 煎一下 然後就是一些餅乾也是 餅乾就放上去 對 放上去一起煎 讓它黏在上面 一起煎這樣子 煎 這大概要煎的話 是要煎多久的時間 煎差不多就是5分鐘以內 就是 雙麵就是煎碗之後呢 雙麵有一點焦黃的 變成這樣 但是我就是再多一點 就是撒一點餅乾了 就是更脆 就是更鹹鹹甜甜的味道這樣子 這看起來很漂亮 來 依依妳覺得吃起來怎麼樣呢 我覺得還好 欸 欸 我畫是軟軟的 要配上要脆不脆的洋芋片 也滿像吐出來的東西 我覺得比麻油的好很多了 我覺得好吃 愛秀秀 阿姨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外觀 它可能是可以出現在那種 高級的早午餐店的東西 我真的 就覺得這是法式吐司啊 對 其實蠻鹹鹹的 餅乾滿不錯的啊 對不對 來 我 我投麻油一票 我覺得它那個好像比較好吃 欸 對 我還有一招 是 妳真的很不認輸 我們通常就是這個洋芋片呢 就是剩下的 我們就是要伸手 不就是全部都沾嗎 沾到嗎 所以我們就比較聰明的吃法 就是好 我們就是很簡單的F4值嘛 對不對 然後 就是輕輕鬆鬆 拿出來 我就是很優雅的 他可能拿起來就是吃 但我們就不需要 不需要沾到手 可不可以給我投給我 可以 好 這樣很聰明 看外加了一個生活智慧王 這個很聰明 A過程這樣 可以伸縮 一拉出來 全部都在對不對 就OK啦 好 來 接下來 瑋萱要帶來什麼東西給我們吃 我要介紹大家很愛吃的 一枚小泡芙 小泡芙其實一般吃的時候 就覺得它的皮好像已經 很脆 但我都會放進烤箱裡面 它會更脆 它裡面的巧克力會融化 會更好吃 烤過的 小泡芙 就是 就有點像剛剛那個 鱈魚相似一樣的概念 這個我覺得 是我今天吃到最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 我覺得它有 高級甜點的感覺 就是會很像法式餐廳 最後給你的那一顆小甜點 旁邊它加個什麼冰淇淋什麼的 因為它裡面 真的有溶掉 味道都出來了 我現在覺得以前我吃過的小泡芙 都是沒有烤的 然後就是應該要被烤 然後才讓它來吃 我覺得它有高級的味道 高級的味道對不對 非常高級 而且以前想到的都是用 可能可能另外一個方法是冰冰箱 可是這個烤的比冰冰箱更好吃 是悲傷 裡面的蟹化開了 外面的皮很酥 你咬下去的時候就 裡面的蟹跟皮就融合在一起 對 吐了 吐了 吐了